大家好 今天就是2020年10月25日 也就是六曆的九月初九 就是中國的一個傳統節人 重陽節 為什麼它叫做重陽節呢? 其實重陽節的原始合意 就是很簡單的 逆境中就是以九為樣素 而在古人的觀裏 一同九就是最大的數 九亦都是從長狗的九排音 也就是表示長狗長壽的意思 所以九月初九這一天 其實是一個值得慶祝的日子 大家可能不知道 在唐代的時候 重陽節也叫做無年節、無人節等等 在古代這一天 人們除了喜歡去嘉惠燈糕 去懷鳥親人 文人我實在最喜歡的詞點 就是重陽節的活動 吹吹風、上山谷、飲酒、飲食等等 趁著今天重陽節的日子 我就是大家大力的首和睿的 九月九日益山東兄弟 九月九日益山東兄弟 唐和睿 獨在以香為以客 每逢街前陪師親 而知兄弟登高處 遍殘住閃人 那大家又知不知道 豬魚是甚麼呢 豬魚是一種植物 有殺蟲消毒的作用 它的樣子是這樣的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各位。 要不用讓他看看